欢迎收看本期电影感官游戏 电王世界的女王艾莉正在吹嘘她设计的游戏X接触 突然一个男子手拿鱼骨枪袭击艾莉 面对这种情况 实习生泰德临危不惧带着艾莉撤退 艾莉觉得公司出现内鬼 于是两个人开始逃亡之路 泰德掏出一把刀帮助艾莉取出子弹 却发现是一颗牙齿 X接触的驱动器在慌愣中遭到损坏 只有和内心充满爱的游玩游戏才能修复 我们的泰德就是这样一个全方位都满足要求的人 他压根连游戏都不会玩 游戏接口也没有 于是他们来到黑市找游戏狂乐者 私下违法的安装了游戏接口 而这个接口就是在腰椎上钻个洞 然后将驱动器打入人的身体里 此时外面正在全程通缉艾莉 悬赏金高达500万 他却浑然不知 安装好游戏接口的泰德 发现自己全身乏力 原来黑市老板已经知道了外面的悬赏 破坏了驱动器 准备捉走爱丽领钱 危急时刻 泰德杀死了黑市老板 随后他们来到了驱动器加工厂 老板维诺修好他 泰德也成功专上了游戏接口 两人一起来到游戏里 这里和现实世界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游戏的第一步先卖个新手指导 然后选择职业 泰德成为了一名鱼类加工师 这类鱼都是奇形怪状 爱情白吃的泰德 在同事的提醒下 带着爱丽来到一家中国餐厅 点了一份酸彩鱼 看着服务员端着一份畸形生物肉就上来 欺负老外没吃过酸彩鱼 随后泰德吃了大焦酸爽 更是玩弃手工 将鱼骨组成一把手枪 更是掰下自己的牙齿做子弹 杀死了中国服务生 看着睡目 大家视若无物 继续大吃大喝 他们来到了后面的茅草屋 准备帮帮转大枪 爱丽却发现了一个没见过的驱动器 好奇的他决定接入试试 结果中毒了 随后一个不知为何物的人 闯入炸毁了驱动器 病毒包子在空气中飘散 爱丽奄奄一息 游戏结束 他们回到了现实世界的宾馆 爱丽发现泰德的接口被病毒感染 原来驱动器的老板维诺 想要摧毁游戏 就在他开始为泰德清理病毒时 外面想起了飞机大炮的身影 一个游戏士兵冲了进来 让两人火速撤离现场 突然维诺手拿鱼骨枪出现 因为维诺在维修驱动器的过程中 复制了游戏运行路线 此时此刻他们被困在游戏里 维诺西温和爱丽 泰德三人一起征服游戏世界 爱丽却趁其不备将维诺杀死 此时的泰德也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 原来他也是一名间谍 为此才接近爱丽 但是爱丽早有防备 在帮助泰德驱出病毒时 已经注入毒药 分分钟搞定泰德 女人心海底针 还是千万不要得罪我们女人 爱丽成为了游戏里最后的胜利者 大家开始清醒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游戏 在游戏中爱丽的角色正是游戏设计师 现实中爱丽和泰德是一对情侣 现实中的游戏GM开始清楚大家创官成功 最后爱丽和泰德杀死了GM 他们已经无法区分这是虚拟还是现实 说来可笑 我们在现实世界创造了虚拟世界 可创造虚拟世界 却偏偏力度重建真实世界 我们都在不断游戏忘记了出去 在游戏中追求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游戏中解脱清醒的苦 缠绣在灯火栏深处 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 享受那玩不玩的游戏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 关注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